好现在就回过头讲这本书 这本书的话是日本的一本 日本两位作者写的 他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然后豆瓣评分是8.6分 我们为什么选这本书 因为就是说女生 不是说每个女生都这样 倒是很多女生 包括我自己 就有一点好心的人格 就是说喜欢有一点 please people 或者很好的to say no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可以帮助我们大家 然后这是作者 我就不精神时间 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 然后张杰介绍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可以按那个 时间来走来梳理的话 就是说第一章 他是讲过去 就是不要沉迷于过去 中间三章是讲人和人的关系 首先是讲跟自我的关系 然后就是说去设立边界 然后就是说要从我开始 如果你要想改变的话 然后最后一章是不要焦虑未来 就是说要活在当下 对然后我们开始讨论 第一章他讨论的是说 我们的不幸是谁的错 首先就是说 有三位心理学家 三巨头吧 弗洛伊德 荣格和阿德勒 我们可能接触心理学 反正我的那个教育背景的话 就是说弗洛伊德是鼎鼎有名的 然后后来就是说 荣格和阿德勒就比较接触到了 然后至少是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然后上次我有聊到 说荣格其实他一个革命性的发现 就是说他提出了观点 他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那他提出来有一点观点 是远远超出了弗洛伊德的 就是说是集体潜意识 除了就是说弗洛伊德提出来有潜意识 对吧 他提出了集体潜意识 然后阿德勒的话 就是也是跨革命性的改变 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 我可以make了一个表格 一个就是说弗洛伊德 它是原因论 然后阿德勒是目的论 弗洛伊德讲的是说 你被给予了什么 然后阿德勒讲的是 你如何使用那些被给予的东西 然后弗洛伊德讲是有心理创伤的 你创伤是怎么样 大家可能都听过 听过这一句话叫做 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一生用童年来治愈 对吧 这也是按这个弗洛伊德的讲法来说的 是一个阿德勒是自我改变的心理学 然后总的来说 用一句话来讲 我认为就是说弗洛伊德 它是找到了那个病根吧 就是说他至少 他至少发现有这种创伤这种事 但是阿德勒的心理学 他是实际上找到了解药 你说你得了那个病 那你怎么解 但是他这篇书讲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点太那个 就是说太决断了 讲话说有人可能一向子难以接受 对 这一个就是我们读书想说 也得了一个投票的 就是说当时我是被吓到了 被那个投票的结果 我下一次我再搞一个 你是不是认同心理创伤并不存在 我想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谱 不过这次比我们上次 这个图书 比如说学历片的那个 泡药好多了 就是至少有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三十的认为 并不是呃 并不存在所谓的心理创伤 这估计也是读过这本书的 然后还是绝到绝到部分人都说 心理创伤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生活 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讲到这个 然后按照这本书的讲法 当然我们前面讲 今天的今天我不代表资产俱乐部 也不代表微软 就是我的观点 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也包括我也分享那个跟 这个读上书的这个观点 他是认为弗洛里达是说错了的 心理创伤并不存在 因为你我们我们是 我们有经历对吧 可能当时可能影响还挺大的 那个创伤 然后但是他是不是决定我们的 不是过去的经历 而是我们赋予经历的意义 然后呢他认为弗洛里达 弗洛里达的那个就是说 是把人看得像机器一样 一旦发生了就不能改变 当然我自己认为他讲的是有一点绝对 说并不存在 我觉得存在还是存在 只是说你怎么去看他 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同 就是说你没办法改变 已经发生了 过去已经发生了 对吧 已经发生了 但是你是没办法改变的 但是你怎么去解释他 你怎么去赋予他 诠释他 怎么去赋予他 那个意义 是可以你自己决定的 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 然后对 我再讲一下这些 就摘录了一些句子吧 非常非常精彩的句子 就是说你 为什么是原因论是不成立的 他认为因为你怎么找原因 你都不可能改变 比如说同样是两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庭长大 对吧 被那个可能是家爸爸 或者怎么样 他是那种不好的环境长大 同样的两个孩子 但是他可能就有一个 后来就变成完全 overcome他当初的心理创造 完全变成一个很成功的人 而另外一个就是老是成免在过去 远远走不出来 对吧 这种就是他认为原因论是不对的 然后愤怒都是连上出来的 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下面 下面因为有书友问了这个问题 愤怒为什么是连造出来的 他要举的例子是说 一个妈妈本来在训斥她的女儿 然后突然那个女儿的那个老师打电话进来 然后那个妈妈马上就不愤怒了 马上就是对那个老师特别礼貌 怎么样的就是完全就不同了 所以说认为愤怒也是列造出来的 那个心理创造并不存在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然后他说你的不幸是你自己选的 然后人们常常下定决心不改变 因为就是前面讲的江山 江山 江山难改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就是因为其实是 你沿着那个惯性走是很容易的 所以是很下定决心不改变 然后这里有一个那个 我做了一个思维导图就是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了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按照老子哲学的讲法 就是说不要沉迷于过去 要持经之道 以欲经之有 就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来改变 来顺应时代的发展 然后对 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说 书友提了这个问题 一个是说 丰路 他说丰路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 所以人发路的唯一原因是为达成目的吗 大家可以讨论啊 我的回答是 如果说唯一 因为我觉得 反正我受的这种训练或者教育的话 就是说你什么东西变成太绝对 我就不太敢说 你说唯一 我不敢肯定 肯定是唯一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那个愤怒是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 就前面举的例子 那个妈妈本来对 发脾气 说那个女儿不读书 怎么样 然后老师一打电话来 他就突然就不愤怒了 对不对 明明就是造出来的嘛 那个 而且愤怒可以用 可以用来达到你的很多手段 这是 这是我的问题 其他的书有 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好大部分都认为 这是真是不错 我觉得 估计都 大部分人都读过这本书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说 如果说不发路 能更快的达成目的的话 人还会发路吗 我认为 如果真的你修炼到那个程度 你发现不发路 你能够更快 更好的达成目的 我觉得不会发路 为什么要发路 对不对 你能够达成目的 为什么要发路 我不晓得大家 这个就是说 观众是不是也这样子想 我们可以这样子 如果说你认为 不会发路的就打三 如果说 还是会发路的打四 这个好像比较平均 这一个就是说 不发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是打四的同学 打四的小伙伴们 难道 难道你们认为 说不发路 如果说不发路 能够更快 更好的达成目的 你们认为 人还是会发路 就你们明明知道 有另外的办法 你不走 你非得要去发路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 比如说有一件事发生 可能你并不是 就是立刻就要去解决它 可能就是发路 已经变成一种 比如说车被撞了 被别人撞了 可能我当时的感觉 就是这人怎么 这么不小心 为什么开车 你要看手机 为什么你就能撞 就是立刻就有情绪 就火就上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但是我也不是说 只要我不发怒 它立刻就赔我钱 这怎么样都行 可是我还是会生气 还是会发怒 这有道理 可能就是那种 生理反应对吧 physically physiologically 可能就是对 这我觉得可能 这个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学过 如果我有学医的朋友 就比较好 我不想这个发路 这个情绪是说 是怎么上来的 对吧 我觉得情绪 可能也是人身体的 一部分吧 我觉得是很natural 它如果真的来了 你也只能接纳它 但是你 就是说你没办法改变 比如说撞车了 对吧 刚才我们讲的例子 是撞车了 车到人家开手 就撞了你 你没办法改变 这个现实 对吧 它已经撞了 但是还是 如果稍微修一修的话 还是能够 你怎么样解决 这个问题 还是你 不是说你怎么 你怎么应对 但是我觉得情绪来了 你首先还是要接纳它 你不能说压抑你的情绪 这是肯定不对的 你要接纳它 然后再怎么与它共存 然后说再怎么样 好好的把这个情绪 化为所用 你好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几个月前 我跟一个医生 那个セミナー 听她讲 女性就好像一个 她特别像女性 因为她在讲 这个女性的这个讲座 是说 女性好像一个 是一个 hormones的factory 很多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物理层面 就是说 就是我们很多 even you do scan 很多 比如说 gay population 他们的头脑的结构 是不一样的 我可能扯远了 可是 我想讲的 就是我们 的情绪 对某事情 去 那个spontaneous 的一种 reactions 我觉得不能分割 就是我们是受 这个物理 那个空间 限制在这个 这个层面上 所以 我觉得 比如说 发露 这一个 就是牵扯到 很多hormone 的一个分泌 对我们 环境的处理 I was making a joke 有一次就是 ADHD人 如果你有ADHD 如果你生存在 一千多年 你是一个英雄 因为你懂得 保护你的家人 你知道哪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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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物 出来 伸给你 但是在这个年代 ADHD 就是一个 weakness 对 这个是有道理 我觉得是 然后您谈到 女性的话 我 我读到的书里面 是说 女性 其实女性发露 不是那么多 就是跟男性相比的话 然后尤其在职场上 但是她发露 她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她就是哭 其实是很吃亏的 就是说 尤其在职场上 你其实很生气了 但是你去哭 她是用哭来表现出来 或者是说很shed的那种情绪表现出来 还不如发露 这是我读到的 就是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你也没办法 没办法那个就是 看错或者欠击你情绪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哭 就是我对女孩子的建议啊 你如果碰到那种情况 你还不如就发出来 但是故事肯定是让人看觉得你会非常的weak的 或者说被人瞧 瞧得比较低的 所以还不如就把它发出来 就是女性往往会画另外一种形式 尤其在职场 嗯 That's a very good point 我还想再加一点 就是 through the seminar 还有一种讲法 就是我们的 肚子的肠胃 这个细菌群 is our second brain 它会影响我们的很多情绪的变化 对 那我们大概有一到十岁的空这个时间点 可以 build up a very good ecosystem 在我们的那个市井群里面 在我的胃 可是人大了之后过了十岁之后 我们很难去改变这个这个ecosystem That's another factors 我也同意 对 但是是不是可以吃的 饮食上面进行一些调整 可能也还是会有一点办法吧 因为都是菌群嘛 肚子里面 我据我了解在那个 Fred Hatch有一个open 讲座 我也很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有机会 他每年有一个星期去讲 basic science 我原年去的时候 他就是特别做这个事情群的一个 有phd 他讲很多basic science 从DNA 为什么了 其中一个讲座就是 细菌群在那个肚子里面 据他说就是 你到成年的时候就很难改变 你可能吃很多 你吃了很多就是得在这个 比较短的空间里面影响 可是at the end 那个就是那么多 德国有些就是比较extreme的一些 治疗的办法就是去别人的那个 哦哦那听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有 从那个物理跟生理层面上面是有 有影响 OKOK对我也同意对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面走 发露是习得性行为吗 嗯这个就是后天获得的对吧 我觉得我这个人认为这又是我个人观点 我觉得很可能是后天获得的 因为我们生下来你是个baby 你怎么知道去发露对不对 肯定是你模仿别人 或者看电视看电影怎么样去学出来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习得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的意见啊 如果就是观众如果你认为是习得性的你就打一 如果你认为不是习得性行为就打二 我们看一看大家是个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的问题是 它不仅是它是习得性 可是就是trigger你发怒的那个点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总是那一个点 就是比如说某件事能trigger你发怒 那它总能trigger你发怒 那我想问的是 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觉得能trigger你发怒的那个点 还能再trigger你发怒吗 就是大家觉得看完这本书 有对这方面有改变吗 我觉得就是 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 我当时看这本书上 它就有讲说 这个发怒有这个私分和公分 就是说比方说看到这个 像这个阿丽刚才讲的 像铁链女啊 当你看到这种社会的不平等的问题 你会感觉到一种愤怒 我觉得我可能个人在这方面 就是经常会感觉到一种不公平 我对于公平的这个追求 可能有的时候会让我会会生气 私分我觉得对我来说会相对来说少一点 但是我但是我就是看到这个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自己可能是能够控制情绪 但是如果看到别人通过发怒 他想要达到他的目的 我们是应该让他达到他的目的呢 如果如果别人发怒的时候 我们就就迁就他 这样他这次得逞会不会以后一直发怒下去 让他觉得哦这是一个好的办法 那我们如果不管他会不会让事情又失控 就是当别人发怒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读了这本书 我们知道实际上你可以看破 对吧人家在人家在play 对他在发怒 就是你知道他在那里就是用这个方式 我觉得有两种办法吧 也是要case by case 对吧一种是看破不说破 对吧不捅破他 你要看情况了 看他受什么的伤害 或者说这个真的是case by case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吃穿他 如果你自己就是如果那个情况允许的话 因为你现在你知道这个知识了 对吧知识就是力量 其实你完全可以就举了一个例子 对吧那个妈妈发怒 然后突然那个老师打电话进来 你就他就不不发怒了 对吧这是可以可以那个 就是但是我觉得要看情况 如果你有人生危险什么 你肯定不要不要去揍了 对吧嗯 但是我看一下也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我们这个章节大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好的好的 就到二十分钟 好提醒一下 好谢谢 崔博你有意见吗 人家觉得如果你看到人家在用他那个发怒来 想达成他的目的 达成他的目的 我我只能说我作为一男性视角 我会考虑我的目的在哪里 他发怒是他的问题 是不是有助于解决我的问题 没有助于解决我的问题 我是不跟他走的 哦 ok see 这很有帮助啊 对吧 对 先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对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你自己的goal是什么 他如果说能够他发怒能够帮助你 比如说是你的 allie对吧 你的同盟 你们一起啊 比如说你们这个team要去计计一个goal 他像我们的你们一起合作的那个团队他在发怒 那不挺好吗 对吧 让他去 如果跟你的goal相背 或者说你这真的是也case by case 然后你就可以 因为你知道了吗 读了这本书还是有用的 最后一个啊 人可以做到不发怒吗 嗯 这个也是说 我一般不喜欢说绝对的就百分之一百做 做到不发怒 我觉得很难 就是如果人一点都不发怒 但是我是见过 很少很少发怒的人 就是那种修信比较高的 他是基本上是不发怒的 就是说我是有见过 嗯 甚至可以说一生都不怎么发怒 但是你说百分之一百 14克克都不发怒 可能是挺难的 嗯 对 贵斯说的有点像 克提分离 好了 那我们就move on了 move on怎么不动了 OK 就是我们现在讲第二章 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对就是刚才讲的 嗯 克提分离 但是我先讲 先想 抛出第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孤独 然后我们要投一个票 因为这本书上有讲到 说啊 只有一个人在宇宙里生存 是不是孤独 然后我把那个票逃出来 对 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 是孤独的吗 然后崔博 你给我们 Countdown吧 嗯 好 十 九 八 一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这个比较接近啊 说是的 只有一个人在宇宙里生存是孤独的 还有大部分40%多的人说是不是的 OK 那我们就看一下 书上是怎么说的 他说之所以感觉孤独 并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 就是应该正确的答案 书上正确的答案是 不是的 OK 感觉 只有你感觉自己被周围的他人社会 或者共同体所疏远才会孤独 然后我想引用一个那个 英文上面讲的 Alone 你自己一个人 但并不等于 Lonely 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并不等于 一定是孤独的 还一个就是如果你们看过那个向往的生活有一笔 好像是第十期吧 刘振云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作家 他讲了这句话 我还蛮认同的 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 但是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 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 才是真正的孤独 就是你跟人家要产生涅接 因为是人际关系吧 或者跟共同体产生涅接的话 这个孤独就讲完了 好像对 下面是讲那个 自卑感和自卑情节了 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 如果大家对孤独的那个要讨论 我们现在要往下走 自卑感的话就是说 书上认为这个自卑感是 其实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健全的自卑感 然后举例子了 就是说比如说 自卑感你可以成为化为 你可以努力或者成长的催化剂 但是自卑情节就不太好了 是你把你自卑感当成一种常态了 一种状态或者是作为某种借口 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说你学历低 你学历很低嘛 对吧 在单位上面 那你就是比较自卑 所以你比较健全的自卑感 说我学历低 所以我要努力 但是那个自卑情节就不好了 他是说因为我因为学历低 所以我无法成功 所以我不想努力 然后实际上 他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自卑 像前面讲的 你如果一个常态 就是发展 往上面发展的话 就变成自卑情节 就不太好了 然后你再往上面发展 就变成自负了 其实也是一个病态 自负和自卑情节 书上是这么说 有一个是叫自卑情节 或者是优越情节 自负自大 也是自卑感的另外一种表现 因为一个尊重 拥有自信的人 他是不会自负的 因为有强烈的自卑感 才会骄傲 知道我估计大家生活中 可能也碰到过 或者观众中也碰到过 这种人 他那么自大自负 实际上他是很自卑的 因为他想要寻求外界的认可 优越情节 他讲了两个 一个就是说 他要诠释进行张扬 他很张扬 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自负自大 还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也蛮对的 这是很多 很常被人家敷越的 这一点就是说是夸耀不信 因为他过去不信 他总是生活在过去 他把那个书上举了很多例子 就是说他不信 他也说 把他说的特别大 也是一种自负 其实 他也越自卑 然后这里讲了一个 健全的自卑感 是什么样子 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一点华人 我觉得特别厉害 就是说攀比 对吧 大家都卷人生是不是 与他人是在进行比赛的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苏珊也讲了 不是的 承认与孩子是平等的吗 大家认为承认和孩子 是平等的吗 苏珊是认为平等的打一 认为不是平等的打二 不错不错 看书的 看书的小伙伴挺多的 是平等的 至少你的意识上是要平等 可能说他们要你承认这么capable 能够做这么多事 但实际上还是平等的 然后你能摆脱一切竞争吗 这个书上这个责任 他是说他是可以的 因为他根本不跟别人比 他就是完全剥离出来了 这个竞争关系 他在不断于超越自我 然后这后面还要讲到一个 就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与复仇 讲到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权力 因为人跟人打交道 就可能会有这种权力斗争 他说你如果赢了 你胜了 你不要去责乱对方 如果你 如果是对方是错的 或者是输了的话 他很可能会复仇 他应该会复仇 就是那个寻法 死寻法 老是这样寻法 所以他的建议是 你要承认错误 赔礼道歉 你退出了一个权力斗争 因为怎么这些都不算失败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这里 就是说有对对错是肯定有的 但是不不等于胜负 就是说你对了不一定你就赢了 你错了不一定你就输了 就是对错是facts facts和这个胜负是两样的 胜负就是都是竞争关系 是很不好的 就是或者是权力斗争 要尽量退出来 但是对错是绝对不等于胜负的 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前面讲的那个 崔博刚才是课题分离 对的 人真三大课题 一个是工作课题 工作课题实际上是门槛最低的 因为实际上是最容易解决的 因为你们和另外 你的partner也好 你的工作伙伴也好 或者你工作竞争队也好 你们唯一达到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比较简单 然后就是交友的问题 你交什么样的朋友 这就涉及到 有的是浅的朋友 对吧 有的是深的朋友 有的是那个就是深度陪伴的朋友 或者怎么样 关系的距离和深度 他还有讲的就是说 你变了 你的周围也会改变 所以你变了 你的朋友可能也会不一样 第三个就是爱的课题 爱的课题就比较 比较难搞了 就是说门槛是最高的了 一个是恋爱关系 然后一个是与家人的关系 恋爱关系是没有血缘的关系 对吧 他说是浪漫的红线 那家人的关系 可能是最难处理的 就是说你父母 或者是你子女 因为里面有血缘关系 他说叫做一个什么枷锁的 就是他是用枷锁来比喻了 不是说红线了 然后决定你生活关系的 肯定是你自己不是他人 不管什么情况 就是你做课题分离之间 要想要想清楚 是你自己不是他人 然后看 最那些精彩的句子是 对 我要不要 我还有时间吗 还是说时间已经到了 分享了六分半现在 那可以了 对对对 就是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 这也是做的那个 一个简图就是说是 什么是孤独 然后是自卑 最主要的就是说 有自知之明吧 就是说要 那个课题分离的第一步 就是说你要从 分清楚自己和他人 对吧 就是说那个课题 负责任的是谁 其实那个一搞清楚 负责任的是谁 你就很容易知道 应该怎么做了 这是 就是三点吧 一个就是说 爱的课题 交友课题 工作课题 还有就是 如果跟人处理的时候 不要责拦对方 然后承认错误 对错不等于胜负 非常重要的 然后看清楚人家 人家自负可能是 表现出是他的自卑 我看我还有没有 哦对 讨论讨论讨论 一切烦恼来自 人际关系 我很烦恼 因为我的狗狗生病了 这是人和狗的关系 不是人际关系啊 对我就说这本书 他讲的是有些话 是特别有些绝对 就是说 因为他说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 但是我后来又想了一下 你可以这样子想啊 就是说人际关系 其实包括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对吧 虽然说狗不是人 但是你跟你 你因为狗生病 所以你自己很烦恼 对吧 这是你 你的烦恼 也是因为你跟你自己造成的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嗯 不晓得其他人 这里我觉得 作为一个这个爱狗如命的 这个 我可以 小姐姐 我同意这句话的 人和狗的关系 是人际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狗当作自己的朋友 或者当 如果我把狗当作我家的一个椅子 那比如说我椅子快了 不会 不会让我烦恼的 如果我的狗只是一个椅子 或者是一个玩具的话 那我大不了换个新的嘛 但是因为我的狗 其实我们在心理上 已经不是 把他当着一个畜生了 嗯 是当我的好的家人 在我在我的美国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才会烦恼 要不然的话 谁care 对吧 外面比如说有一只鸡受伤了 或者一只小麻雀受伤了 并不会引起我的烦恼 因为他跟我没有那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作者说的 哎呀 我也同意 作者有时候说的真的很绝对啊 但是 你退一步想 其实他那个意思确实也没错 啊 这是我的看法 对对对 我也同意 我觉得他是有的话 是有点太绝对了 但是我觉得他的 你要看出他后面的潜台词 而且我强烈 因为我不会日语嘛 对我不知道那个日语里面 是怎么说 我觉得可能也是 Lost in translation 有些东西 可能就是那个翻译的时候 可能是有什么什么问题了 对 然后我这个是我提出来的 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 那幸福来自哪里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看书的时候 就是后面他有讲到 还是来自于人 对 因为人对你的认可 或者是对整个那个归属感 对 还是 一个什么共同体是吧 对对对 共同体 对共同体 你是来自于 就是其实前面 第一个问题也是吗 如果说人际关系 如果说人际关系 如果把那个人扩展到 对吧 动物生物 或者是共同体的话 那就比较好解释了 对 是 这个答案也是对的 幸福也是还是来自于人际关系 对 包括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那我们就 move on 了 因为时间感 时间 设立 大家还有第二 第二章还有其他吗 就是关于自我的 还有其他想讨论 我有点快 我可能 没有我们就 我们可以最后再讨论 也没关系 对 第二 第三章是关于设立边界 就是说 干涉你生活的人见鬼去 就是说 我觉得前面是讲的 你自我 对吧 你怎么认识你自己 下一章是你怎么对待别人 你自己的不要去干涉别人 就是课题分立以后 对吧 你不要去干涉 这一章是讲 不要让别人来干涉你 然后对 这个是我选了这个 就是说有一个投票 是说 孩子的人生规划 或者可能有的人 父母搞不好里面有的人 是正在 有结婚对象呢 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想转行呢 或者要干什么 对吧 是不是有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 是这一个吗 对 人生规划或结婚对象 父母可以直手画脚吗 看一看 这个在场的观众 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直手画脚 可能会起反作用 但是给出一定的建议 或者是真诚的说出自己 对这个男孩子 或者是结婚对象的想法 还是可以的 嗯 对 对我比较赞同 而且我想到了 就是书里面 还有一句话 他讲 就是你可以把马带到水边 但是不能强迫去喝水 就跟对 比如说父母的话 你可以给孩子提出建议 但是你不能强迫他去 做这个作乃 对 对没错 没错 OK 那我就end这个po了 我们看一下 大部分人还是认为 还是认为是不可以的 就是70%的吧 今天70%的认为是不可以 不可以这个直手画脚 对 哪怕孩子错了 那也是他的课题 不是你的课题 但是是可以把孩子带到水边 没问题 嗯 然后下面是这个书上有讲 什么是自由 就是说 嗯 自由就是不怕人家讨厌 如果我们有技术的话 不先是不再寻求认可 就是不要向外求 我觉得 嗯 他引用了犹太教的教育 对吧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为自己活 那谁为你活 然后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 别人的期待和活着 能够改变你自己的 只有你自己 然后对就是前面这个 你有讲的 其实父母也得放下 对孩子的课题 其实比较难的 尤其你有开始有孩子了 对吧 孩子如果不爱学习 你怎么办啊 对吧 嗯 但是他不爱学习 也是孩子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也是就是看要谁来 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 但是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呃 你可以把那个孩子带到水边 带马带到水边 但是你不能强迫到喝水 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就是传统文化里面 我认为最精华的是 老子的这个文化 其实早已经有讲过 就是作为父母的话 应该是生而扶有 长 我要扶事 长而扶宅也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带到水边 但是不要强迫他喝水 就是这句话 那我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孩子 他 嗯 假如说十岁以下 他根本也不知道 什么对他好 什么不对他好 那这种情况下 父母也不可以 对他学习上 嗯 执手画脚 或者给他一定的建议吗 对 我觉得是 你可以给他建议是没问题 但是你就是 就是看哪里那个度了 对吧 其实生活最后就是一个艺术 看你哪里那个度 你时刻心里面 如果是做父母 要想到 这是他的课题 不是你的课题 可能我后面好像有讲的 可能会比较容易 对 这个我们可以讲强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不是 在这里 对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去帮他系鞋带也好 你帮他穿衣服也好 你帮他想帮他学习 可能是比较容易 就看上去会比较容易 你把事情解决了 对吧 但实际上 这个不是你的课题 需要进行课题分离 就你能够引导他 陪伴他 或者你自己以身作则 他不爱学习 你自己拿本书 看对吧 他可能模仿你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确实不能强迫他 因为强迫我看过 太多太多的悲剧了 我看到过一个 比较大的 比较震撼我的悲剧 是就是说听人家 也是说朋友的朋友讲的 是因为Korea 就是韩国人 他们也是比较 像东亚文化嘛 对吧 逼着抓孩子 抓得很厉害 就是说 他那个女儿 学钢琴 被妈妈逼着学钢琴 从小就逼着学 很会很会谈 就是谈到 反正是谈到哪个程度 好像是考上十级 还是什么 他们有一个 那个Korea 你到了那一几 到了那一天以后 他就把那个 感情和善 一辈子都不碰感情 就是他是 自己根本不想 就是妈妈这样子 逼着逼着 他就最后就是 一点都不感兴趣 就是太多的悲剧了 看到 所以真的是孩子的课题 不是父母的课题 那那对于就是 现在有孩子的家长 在在座的 在这个meeting里面 你们真的可以 做到这样吗 就是 小姐妹 我觉得可能我大概理解了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强调的课题分离是一回事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作为家长 他对子女有一个作为家长的责任 你说比如说小孩十岁 小孩五岁 你这个时候如果说课题分离或者干嘛 他就代表你生下来就不用养了是吗 就随便他干嘛 老师给我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这种情况 这个极端的比喻 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课题分离 我觉得那个小姐妹更想问的就是说 就是你我们怎么把握课题分离 不过度干涉以及照顾好孩子的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个就是只能说是自己自己把握那什么 对吧 如果是父母作为父母 我们呢有是有作为父母的一个职责 教导的职责或者是干嘛 不能这个时候什么情况都说把妈领到水边 对不对 所以如果那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是要自己拿过度 但是对于从这本书 他重点讨论的是田丽老师说的那个情况 就是很多人太过度干预了 那种情况我们就要强调课题分离 我觉得基本上从亚洲文化来讲 没有什么哪个哪个就非常少见 就是家长对于子女的这种基本的责任不够 一般都是太过了 所以我们才强调课题分离 对讲的非常好 讲的非常好 对我 我看过的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比较泛洋的家长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 因为我孩子大了嘛 对吧 我其实还是管的太多了一点 没有做到没有做到课题分离 就比较后悔 现在才看到这本书 还有很多那不泛洋的 我看到确实就阿里斯讲的 就是缺的太多太多 就我们这个东亚文化出来的 都是管的特别多的 基本上我没有看到过哪个家里不太管的 像我自己认为我自己不太管的 其实现在因为我跟我女儿他们聊嘛 对吧 他们觉得还是有些地方管的 就是管的有点 其实最好是不管 但是不是说一点都不管 你不可能 他隐私起居什么 你不可能不管嘛 对吧 然后他学习什么 你也可能一点 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管 但是说 一般我们做的都是太多了 我很少看到说太少的 基本上没有看到 对 还有一个是关于信任的课题分离 信任别人 是你的课题 对吧 我自己因为做manager 我碰到的就是说 有的时候 中国人喜欢说用人不宜 赢人不用 对吧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对的 就是像老子讲的 信不足 安有不信 有的时候那个人 你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 既然他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 你就是说必须要 assume best intention 就是还是要给他信任 因为这是你的 你能够看错的 你到底信不信任他 对吧 你既然把他安排在那个位置上 把那个活叫给他 那你就必须要信任他 就是我认为 我认为我从这本书学大的 然后如何对待你的信任 那是别人的课题了 对吧 也许人家就是真的背叛你了 或者说完全就是不值得你的信任 这也会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当你人家怎么对待你的信任 是人家的课题 但是你是不是说减断这个关系 或者怎么样 这是你的课题 你有权利把这个关系减断 因为你发现他真的不值得 对吧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关于信任 我还想讲一个就是 轻弱必寡信 就是说你想要人家怎么信任你 不要轻许弱言 轻弱必寡信 这是我觉得也挺有帮助的 就关于信任的课题 我看还有 这个就是关于上司的课题了 向上管理的问题了 与上司的课题分离 对吧 他上面举了一个例子说 上司毫不讲理乱发脾气 是谁的课题 如果读这本书的话 肯定知道这是上司的课题 对吧 因为我没有必要 我去求全 然后对待这种上司的话 怎么办呢 只能说你冷静处理 你到底来工作 不是为了你上司 是为了你自己的 你是为了你那张resumate的 resumate你什么东西 可以port on你的resumate 诚实面对你的人生 上司的课题 让上司去 就是说他自己去处理他的课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也是中华文化 比较优秀的地方 就是从辱若尽 也就是说上司很从你 其实没有什么好 这不是从为下野 其实是因为你为什么 后面我们会讲的是 这是一种你自己认同 这种纵向关系的 其实你跟你上司之间 还是很像关系的 就是说他虽然你受宠 就是受宠也是要 比较要精到的 因为其实就是 因为你把你如果受宠 你就很精的话 你上司把自己 摆在低下的位置了 他上面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 他说如果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被所有人喜欢的人生 或者是说有人讨厌自己的人生 作者说他是毫不犹豫 会选择这个被人讨厌的人生 因为他做不到被所有人喜欢 他自己如果被所有人喜欢 会活得太累 然后是里手里握着 所有人际关系的王牌 他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他跟他那个家暴 他的父亲那个责任 小时候对他家暴 对吧 后来他还是决定改变 他自己主动去寻求改变 跟他父亲的关系 然后他改变了 但是他只能control的 也是他自己 他别人是不是改变 他没有办法control 也没办法左右 这也是课题分离 就是说他父亲最后是不是改 他也就是说他也没办法 没办法左右的 但是最后还是改了 那个青年一直问他 他后来说他父亲好像也是 说了谢谢吧 后来 然后我想要强调就是说 人际关系首先是和自己的关系 这个书里面有一段 你要继续找人找的 他讲了这个 首先是和自己的关系 然后才是两个人 或者多个人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 作为女性特别容易忽视 就是说是不是 尤其你忙起来 你play multiple role的时候 又是妈妈 对吧 又是wife 然后还是员工 还得自己有好多社家里面 所以就是你可能万万 怎么样留出一个时间给自己了 所以其实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 是所有人际关系里面 最最重要的 你如果把你自己处理好了 没有那么多内耗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然后这是一些比较精彩的句子 我就不重复了 然后这是那个 对 让那个脑子那个哲学的讲法 就是说这 前面那一章是讲自知者明 这一章是讲自仁者自 你要知道人家在 很多东西 起码就要父母的关系 信任与你同事 是不是信任与否与上师 的关系 就是说你要知道别人 是到底是别人的课题 还是你的课题 这一点也是说要有 要有这个 比较smart吧 自仁者自 然后所有的话 所有的关系里是 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 就是你来主导 你手里面握的是那张王牌 首先是与自我的关系 OK 这一章就讲完了 基本上第三章 大家还有什么 别的想讲的 是比较famous的 课题分离这一章 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吗 第三章的 讲的比较累 让干涉里生活的人见鬼去 有的人就这样翻译 就是说 其实比较简单 你如果记一下 第一章是讲过去 对吧 第二章就是说 关你啥事 关我啥事 第三章是关你啥事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记 OK 那我们就讲第四章 从我开始 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他是讲人际关系 因为前面是一直叫 一切的返老来自于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终极目标 首先是课题分离 对吧 课题分离 其实他讲 其实只是一切 人际关系的起点 是一个入口 叫做个体心理学 然后英文是self interest 然后他实际上最终 我们最终追求的是整体 是终点 是共同体的感觉 就是social interest 然后他讲的比较悬 这一章 是所有的过去 未来 动物 植物 意识 感性 理性 包括宇宙整体在内的一切 这个是一个共同体 所以是无限大的共同体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按 中国文化里面 最优秀的老子哲学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 道生万物 你如果能够接纳 这一个概念 那么基本上 这一章就很容易读得通 我当时是这么读的 我说这其实就是道 对吧 道生万物 这就是共同体 我的感觉 这可能有其他的见解 然后他有讲到 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就是他用那个地图 地图打比方 对吧 比如法国人看了一个地图 他觉得那个 他们在中间 对吧 中国在左边 美国在右边 中国来看的话 中国肯定在中间 对吧 法国在左边 美国在右边 然后美国来看 又反过来 对吧 美国在中间 所以呢 但是你如果用地图 地图仪来看的话 地球仪来看的话 就是 其实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对吧 当时你是你的世界的中心 然后只有付出了 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其实讲这句话 这个最大感触的是第三点 就是说归宿感 不是生来就有的东西 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 因为 崔博 我们那个 你看资产俱乐部 我们的使命感是说 要有归宿感 强大邻居力和归宿感 的资产社区 对吧 想接 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就想这归宿感要靠你的双手去得 这一定要人家参与 人家才会有归宿感 你没有参与感 是不会有归宿感 至少这本书是这么讲的 所以我还是蛮触动我的 但是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对 你不接触 你就是说 你不 你不获取和 你不给给予的话 你这个东西 这种connection 是没有办法建立的 对 对 所以还蛮 蛮触动我的那一下 就是说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 同样的想法 就是说 是不是说归宿感 是不是有有这么 这么打道理这一点 归宿感不是生来就有的东西 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 同意的打一 不同意的打二 还是蛮多同意的 OK 那我们就模仿 对 对这一点 我其实也是蛮同意的 就是说他要你做的建议 你积极主动的直面人生课题 不是考虑这个人会给我什么 而是要考虑我给 我能给这个人什么 这样子你就会有归宿感 你能够就付出一点吧 然后他有讲到是人的社会 是个共同体 无限大嘛 他讲了一个 一个例子好像是一个 年轻人在学校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在公司吧 受到也就是说 很难受 然后他就是辞职了 对吧 辞职他就可能 好像就没有 好像是个老年人 就辞职退休了 没有地方 就是觉得自己就没有了 生活 但是如果你放到更广阔的天地 去看的话 更大的共同体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 年轻人他害怕 他跟那个上司关系一直不好 对吧 他就害怕 一直 害怕那个关系 破裂 生活在恐惧之中 然后 其实这也是说 你在寻求人家的认可 对不对 也是课题分离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你没有做得好 这一点 你老是去寻求人家的认可 你当然会活得很悲惨 你是为他人而活 不是为自己而活 然后对 没有必要固执 于眼前的共同体 对吧 可能人就是也要寻找 适合你的环境 对吧 这一点我是随着年纪的 真的我是越来越认同 就是说你不可能 对所有的人 都是你的同伴 你可能还是要找 跟你同频的人 因为同频的人在一起 能够能量更共振 能够帮助你提升 然后有的人就是不同 有的人其实就是前面我讲的 比如说上次那个 我不晓得那个小姐姐来 她问了一个问题 我没有来得及回答 就是说那个男生 她说她去参加那个 专门针对女生的 那个就是career fail 是就是性别歧视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 你就完全就可以拜拜了 对吧 不用肯定不同频嘛 对吧 但是认知实在太低了 然后她还要讲 为什么我们怎么能 从那个起点到终点 对吧 你课题分离只是第一步 怎么能够走到 共同体的感觉 是要靠关系 关系的话是要横向关系 横向关系是说 虽然不同 但是我们平等 纵向关系呢 就是说前面讲的 从从为下 也从如若坚 就是你总是觉得自己 是希望别人被表扬 或者反过来 你去表扬别人 对吧 或者你是父母 你的孩子是纵向 反正有的时候是天然的 有一些像公司这种 有一些天然的这种 物质上面 或者表面上看去的 那实际上这种情况下面 你还是要 意识上面 心理上面 你还是要是横向 横向关系去想 比如说她举了一个 例子对家庭 妇女的态度 对吧 有的时候 就是两种态度了 一个说你 你又不挣钱 对吧 你又不挣钱 你凭什么 这就是说 讲话这么大声 或者说 或者就是也比较nice 就是我养你啊 对吧 你不用管了 我养你啊 其实这种都是不好的 对女性来讲 这都是纵向关系 就是你自己 把自己看低了 自卑感是来自 纵向关系的一种意思 所以我们讲心理学吧 这也是跟心理有关的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有什么 其他的想法 或者建议 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 或者什么感触 家庭妇女这个 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就是男生说 因为我在外面挣钱 所以你才可以在家里 就是看孩子呀 什么不用出去挣钱 然后家庭妇女也可以说 正是因为我在家里面 照顾家人 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你才可以出去挣钱 就是两个人的地位 是平等的 对 没错 一点都没错 是 但是我们的文化 就是或者说 其实还不能说东亚文化 确实就是我国的文化 没有 就是还没有到 那么看重就是家庭妇女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 respect的那个 stay home mom的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真的好辛苦 所以 他们其实付出的 他们是平等的 真的是平等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 比我上班还更辛苦 为什么我是 我是当过妈妈 又又资产上班吗 我觉得很清楚 是我孩子嘛 因为以后那个 我回来上班的第一天 我感觉真的 就是像放假一样的感觉 哎呀 觉得真的上班好轻松啊 我觉得田老师 这个真的不夸张 不是中国 光是中国 东亚都是这个问题 韩国日本 那个女性的地位 也是特别严重 印度那样 不用说 其实就 就这个多说几句 因为曾经啊 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梦想 就是嫁一个有钱人 当家庭主妇 这个真的是我的梦想 我就 上干妈的太爽了 然后 所有的女生朋友 都劝我 说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然后当下好奇怪 这不挺好的吗 不用上班 为什么不行 后来我才发现了 就是stay home month 他的 他的付出 真的是说实话 就是现在 就是给我钱 让我做stay home month 我都绝对不会做 因为首先 他的那个工作量 非常惊人 他是属于24小时 24乘7 on call 对 而且 他的更重要的是 他的这个经验啊 假设我们就说 一个家庭 啊 这个是我真的是 从就是脱粉转飞的 一个心路啊 所以我的这个感触 特别多 就假设是夫妻两个人啊 虽然说 假设我们就说 一个stay home month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劳动 的社会价值 就比如说 如果你请保姆 来照顾小孩 我就假设 他年薪20万美金 他的这个劳动所得 然后那个劳工工作 也是年薪20万美金 就算这样看上去 他们是一样 但是其实长期来讲 我们就拿一个 我三年或者是五年的时间线 那个stay home month 的牺牲更大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技能 在社会上 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是没有办法认可的 他除非再嫁到 另外一个人家 然后重新做一次stay home month 他可以说 啊 我曾经有五年stay home mom的经验 对吧 但是老 他可能现在头五年 每年都赚20万 但是他以后 他的这个价值 是可以不断的 被社会认可 他的认可度 广泛度更高 所以现在真的是 给我钱 我都绝对不会 干这种 亏本的事情 而且真的是 还有一个事情 我一定要说 就是前几年 韩国有一部电影 叫做什么 金什么 什么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讲一个 女性做 全职妈妈的辛苦吧 对对 八年的金字音 对对对 那部电影 然后结果 我最震惊什么 那个电影 其实没有很激烈 或者是干什么 但是呢 在当时韩国人 不是经常喜欢请愿吗 但当时好像就有三万 还是十几万男性请愿 又什么青瓦台请愿 要求下架这部电影 我心想 我的妈呀 真的是救个大命 真的 对对对 可能在这里 在东亚国家 还算是 就是发展比较快的 因为我们 赶上这几十年 真的是变化非常大 我觉得其实 虽然不是很理想吧 但是已经进步非常快了 对对对 韩国这个 就是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集体潜意识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主要是男性嘛 去请愿嘛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片子根本就是 我觉得很正常嘛 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好的 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那个集体潜意识 还找得很 要改还找得更 对 挺好 挺好 他是对 作者是反对一切纵向关系 就是说 我觉得前面那个 有一个问题 再往前 再往前 归属感那块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归属感不是生来就有东西 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获得 然后我想问的是 那获得的是什么 是别的别人的认可 是别人的一句谢谢吗 那如果不是说 如果说我们不要去寻求别人的认可 那这个归属感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归属感应该不是别人的认可 归属感是你自己 就是说 因为你想象是有一个共同体嘛 对吧 有一个共同体 无限大的共同体 对吧 但是你 如果你去做了 是你engaged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 对吧 你就觉得有一点归属感 对吧 有一个这个群 有一个这个 多数会我们可以聊 可以说这个话 就是因为你engaged 做这些事情 我是举例子啊 就是说 这是我的interpretation 就是说你那个归属 你就你自己心里面 能够得到一种归属感 不是说谁认同你 不认同你 后面还有一个地方会讲到 我记得苏珊还讲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 后面是讲他者 他者贡献的时候 就是说利他嘛 对吧 他者贡献的时候 也是说 你自己只要你自己主观 你觉得 不是我觉得 不是其他人觉得 不是人家是不是认同你 你觉得所以黄晓明那个 你觉得不是我觉得 还是有道理 你觉得你做出了贡献 你做出了他者贡献 对吧 你觉得你帮助了别人 你觉得你对这个共同体 有有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对吧 有一点做出一点什么东西 你自己就觉得有归属感 你觉得是非常重要 他说你会自己觉得有那份归属感 这我自己这么理解的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们往下 对 这还是还是这样 就是重向关系 就是说人总是因为 想去寻求表扬 对吧 像上班的时候 想寻求老板的表扬 对吧 上学的时候 需要老师的表扬 对吧 这家里可能希望父母的表扬 但是这种其实都是一种 纵向关系 就是虽然人家表扬你 其实也是 你如果心里面有这种概念 就是其实已经是 纵向关系在形成了 然后 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说 纵向关系是 两句话了 纵向关系是从辱若精 就是说你 只要有有有宠有辱 你就是纵向关系 横向关系是众生平等 然后 他上面还有讲的一个 就是说纵向关系 他怎么去处理那个 纵向关系 说他是认为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职场 是有纵向关系 对 hierarchic的一个architecture 在那个公司里面 或者在学校里面 在家庭里面 这种事实上存在的 纵向关系 这个时候呢 最好是做到 不批评 不表演 但是你可以多鼓励 然后横向关系 他是这样子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会能够 获得勇气 你能够 然后你是说 做出有价值的事 你就会有勇气 然后怎么样是有价值 你只要存在就有价值 在共同体里面 他认为只要你存在 你这个人存在 你就是有价值的 所以是存在到价值 到勇气 然后做这些 build 横向关系的时候 应该是由你开始 你不必去考虑 别人是否合作 就前面那个斯嘉温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跟这里 有一点点关系 就是说 比如说你做那个事 你那个归宿感 对吧 你不是说考虑 不考虑人家 是不是说 他的看法 要是他的课题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 但是你怎么做 你怎么想 是你的 我这么理解的 哎 铁老师 我觉得这个 扣一个字眼 他第一个纵向关系 不是说多鼓励 应该是多感谢 多感谢 别人的 因为鼓励 其实也是就是 你加油啊 那啥 其实 多说谢谢 准确 就是扣个字眼 对对对 这是对的 对 你讲的很好的 是 我想对 应该是多感谢 感谢就不表示 任何那个 那个追求关系 那鼓励 其实还有一点 那种纵向关系在里面 对很对 然后是怎样获得勇气 我画了一个图 对 跟前面上面 是有一点重复的 就只有在感觉 自己有价值的时候 是才能获得勇气 然后什么时候 只感觉自己有价值 你对共同体有用的时候 然后或者说 只有存在 只要存在就有价值 然后按照老子的讲法 是天之道 利而不害 因为我每个人 存在都有价值嘛 对吧 天道在运行的话 是对这个有利的 对这个 所有的 共同体有利的 而不害 不伤害的 是天之道 利而不害 然后对 这个我估计大家 可能没什么问题 这个这个这个题目 你跟你上司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纵向关系 还是横向关系 哎 我怎么不能够浪起了 我好像没办法浪起了 这个解 现在解 不光是重关系 整个就是 生存 生存关系 我们这样子 你认为是横向关系的打三 认为是纵向关系的打四 生存关系的打五 我觉得就是老师这么一片片 slide下来 让我觉得肯定是航向关系 但是就是即便知道是航向关系 真正去做的时候 又觉得很难去做到 对 是 OK 还是有不少人打三的 这还是不错 看过书的小伙伴们 OK 我看一下怎么跟你讲那个 对 我跟你讲一下 你为什么觉得很难做的 就是说 纵向关系 肯定是纵向关系 就是说至少是表面上看 对吧 因为这个公司 这个架构 他有position power 对吧 你不可能说 你的生殖家薪都归他主宰 对吧 你跟你上司的关系 所以就表面上看 肯定是纵向关系 但是 书里面讲的就是说 你只能选择一种 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 你怎么去建立 你的上司之间的 横向关系 就是说 虽然说表面上看 是纵向关系 但是心理上看 我们是这样想 心理学嘛 对吧 你被讨厌的勇气 是心理学和哲学 心理上和哲学的层面上看 你要去建立横向关系 就是说 你心理上 你一定要想象 你跟你上司 实际上是横向关系 你们虽然不同 但是你们平等 所以呢 他的建议 就是说 比如说 你如果能够跟某个人 开始建立横向关系 然后你就可以 以此为突破口 跟所有的人都建立 横向关系 一次同仁嘛 对吧 你心理上要 有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就是你要达成这个 比如说 举例子 上司 你可以说 如果你完全正 纵向关系的话 你就不管了 对吧 上司他错了 错了你也不管 对吧 你将我这么做 都就错了 对吧 你当者 你的课题嘛 对吧 但是实际上 就是说 如果你建立横向关系的话 为什么说 那个课题分离 只是入口 只是第一步 后面还有终点 就是说 你有拒绝 或者提出更好要求 更好方法 对吧 你可以帮助他 上司也不是完美的 对吧 他也有很多问题的 我是很多问题的出过 所以你可以提出 更好的办法 或者说 你看到他有踩坑了 对吧 你也可以提出来 就是你 因为你心理上 你觉得是平等的话 你就可以完全 以平等的关系 来向上管理 我的想法 对 我很同意 并且我觉得 其实像manager 还有他 他组里的 engineer也好 其他人 我觉得其实 双方是一个 互相成就 互相帮助的关系 就是manager 他可以帮助 他的下属 更好的成长 那对于 其实像engineer 他跟他的这个manager 也好 跟他的这个tag lead 也好 他一方面是学习 另一方面 也是在互相帮助 他可以更好的 帮助他完成一个项目 更好的帮助 自己的这个组 有好的产出 对于manager来说 也是很有价值的 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互相在给对方 提供价值 我觉得 对 一点都没错 我非常同意 就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然后这张 我们还有两分钟 然后提前面 对我这好玩了 对 就是说 这是一些金句了 对吧 我就不想 一个一个走 大家看过书的都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思维导图 我自己 我为什么把这个爱 写在这里 就是说 其实前面有讲到 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对吧 就是我 我还写了一个词 固能用 就是一定要爱自己 你要爱自己 你就敢于走出去 因为我记得前面 在我们在那个读书群里面 还讨论到 就是觉得特别 觉得这么说 好大的压力 就是总是要鼓起勇气 做这个 鼓起勇气 做那个 好多勇气 觉得特别难受 这种鼓起勇气不容易 但我觉得你如果 就是说 一定要对自己关爱 对吧 你爱自己 你就敢于 因为慈爱 所以勇敢 其实你这是 也是为了自己 跨出这一步 可以走出来这一步 所以就拥有 不被 不怕讨 不被讨厌的勇气 因为你不可能做到 每个人就是说 都会要认可你 都会要喜欢你 你只会 只说要求 你做这个事 是你想想要做的 但是别人怎么去看 是别人的事 有人举手了 说吧 我给了一个赞 我有举手可以讨论 我自己的感觉确实是 勇气 可能有的人觉得 这个词太重了 但是 我觉得这个词 其实是恰到好处的 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觉得我 比方说 我不是一个很善于 拒绝别人的人 别人有请求 我总是想要设法 想要去 想去答应 想去帮助 但是我觉得追根到底 其实我还是缺乏这种勇气 说到底 其实我 我觉得是我自己 给自己的花地为牢吧 其实没有人说 逼迫我一定要怎么做 但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缺乏的 是这样的一种 被讨厌的勇气 没错 没错 对 就是跨出 有时候改变自我很难嘛 为什么前面讲那个江山一干 本性难以 那么多人说 就是还是有很多人说难嘛 对吧 就是很难 是的 但是你如果有勇气 你爱自己 你可以鼓起那个勇气走出去 释迦好像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就是前一页的slide 有一句话我也特别喜欢 哦 就是非常在意别人评价的人 也是以自己为中心 对 对 这讲的比较极端 就是说书里面有讲到 对 就是说 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求别人 对自己的认可嘛 对吧 其实你是最终是被对自己的认可 所以是你自我为中心的 对 它上面进去好多 这本书真的进去非常的多 嗯 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嗯 而且我觉得对女生特别好 反正对我是特别适合 当然不是所有女生都像我这样子 我是走过太多的坑了 所以我觉得 可能说百分比还是有在吧 就是说 嗯 帮助还蛮大的 我是觉得我太晚的时候看这本书了 就可以早一点开始看就比较好了 OK 那我们就往下走了啊 第五篇了 此时此刻 认真的人生活在单下 活在单下认真的人生 然后他说前面我们有讲到 就是说从起点是课题分离 对吧 终点是整体 整体感那个共同体的感觉 然后怎么去做 就是这三步 第一个是自我接纳 第二个是他者信赖 第三个是他者贡献 他者信赖 我觉得这个翻翻译的 反正我是有点搞 我后来看了半天 我觉得他甚至就是说信赖他人嘛 就是相信他人嘛 就I assume best intention嘛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然后那个他者贡献 我觉得就是利他嘛 有个利他主义 就是最大的利解 其实就是利他嘛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不要认为 不要混淆了利他 他者信赖不是说去求的 他的认可 你做那个事 去去做 但是不一定说 他是不是认可 与你无关 就是说是人家的客厅了 不用管了 但是你去做 你去利他 做这个利他的行为 然后他是有一个循环的 自我接纳 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 是一个循环 然后你是最终是把 对自己的执着 因为你不停的求人家的认可 或者怎么样 就对自己的一份执着 转换成对他人的关系 最好能够对这个共同体有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是自我肯定 而是接纳自我 比如说你得了60分 然后自我肯定 就是说 这是只是我运气不好 我真的自己可以得100分 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肯定 但是他其实 觉得应该是接纳自我 而不是做自我肯定 应该是说 程式的接受 你现在只有60分 对吧 你想一想 你怎么样才能接近100分 然后要分清楚 这又是另外一种课题分 你就是不是人和人的 课题的分离是说 哪些是能够改变的 哪些是不能改变的 这句话 我无计大家都能听 说这是很有名的祈祷文 对吧 上帝请赐予我平静 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 给予我勇气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赐予我智慧 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一个是接受 我想要就是说 highlight一下 接受的话 就是说按脑子的讲话 是和观同成 顺势而为 还有一个就是要改变 改变的话 脑子绝对不是消去无为的 消去要为之于其未有 自至于其未难 要积极主动 这一点在我工作中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积极主动做事情 还有一个 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 勇气 在这句话里面 也提到了勇气 就是说需要做事 因为你去改变 是需要勇气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你自身的改变 非常难的 而且你改变别人 是不可能的 改变自己 这个对这里就讲到这里 然后后面就是讲到 那个会不会 我不想要不要停一下 什么有点太快 后面是这样 大家能够接受这里吧 对吧 一个是改变 一个是能够分清楚 你能改变的 有的时候是很难分清楚 说要有智慧 就什么是你能改的 什么时候是你不能改的 你不能改的 你只能接受 然后你能改的 你一定要有勇气去改 其实最 讲到最前面 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 前面就是说是 课题分离嘛 对吧 是别人的课题 你是只能接受 你改不了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 那个父母也好了 对吧 上司也好了 信任也好 你都是别人 是不是信任你要 什么样的 你都是不能只能接受 但是你能改的 你是不是 进一步深化这段关系 或者说你简单这段关系 呃 你想要做出一个 什么样的改变 都是你能够 你能够做的 好 没有其他的 我们就开始往下面走 呃 他有讲到信任和信任 因为是讲到他者信赖了嘛 对吧 信用和信赖是两回事 信用是那个银行借的钱 对吧 credit 但是他是有条件的 但是他也是说 我给予一定程度的信任 对吧 这是叫信用 信赖是无条件的 你只需要考虑 我应该怎么做 就像前面讲的说 你决定被不被判的人 不是你啊 那个人是不是被判你 不是你 那是他人的课题 但是如果说 你首先信不住 安有不信 对吧 你先是信任别人 对吧 你assume best intention 然后这是你的课题 你可以做到 你给予他信任 然后他如果真的被判了 或怎么样 是不是搞 你是不是继续这段关系 你是不是剪断这段关系 这是你的课题 这是你可以 就是make a decision的 然后要接受真实的自己 你要看清楚 什么是你能做的 什么是不能做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贡献他人 是为了你自己 这一点也讲的挺那个 其实我这一点 是很有感受的 就是我这几年 一直在资产俱乐部混 对吧 out of那个八小时之外 看上去是我 好像做出很多贡献 做很多事情 怎么样的 但我其实觉得 其实说就是按老子 这个讲话 不以其无事与 固能成其事 其实我觉得 收获最大的是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这几年 我自己回头看三年前 19年开始吧 开始在这里帮忙 做志愿者 就是说跟我现在 完全是两个人 我连我孩子都跟我讲 说妈妈你好像 变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说你贡献他人 其实我觉得是 为了我自己 最后并不是说 我也不觉得 是我牺牲了什么东西 就是说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很enjoy 就是一定要找自己 你自己enjoy 你想做的事 你如果想去做 你就去做吧 然后他上面 还有讲工作的本质 是对他人的贡献 其实最终也是利益他 有利于这个共同体 对吧 对这个community 做了一些贡献 能够在你自己的 小范围里面 改善一下 你的那个频率 能量频率 然后怎么样 能够更好一点 就是那个 怎么着 就是说 大概能够都向上一点 我觉得就挺好的 然后是不是真的有结果 其实我不太计较 就是说 我也不是太看 人家怎么看 就是我 但是我自己想做这个事 我就做了 然后我觉得最后受益的 还是我自己 所以我 我还是蛮认同 书上这个讲法的 然后说工作狂 是人生谎言 有些人是用工作来借口 逃避其他的责任 其实我这一点 也蛮认同的 我其实我自己 有一点 有一点 沃利克有时候 但是我其实 我觉得我是在沃利克 实际上我逃避了 好多比如说 做家务了 或者或者一些其他的 该做的事情 我没去做 或者整理房间 什么 有些东西 我就真的是没做 就是我觉得 是一个人生的谎言 我就是挺认同的 当然这样子去抛弃 自己也挺不容易的了 然后阿德勒是不认可 任何一个方面 特别突出的生活方式 人还是要追求一个平衡的 就是说 其实你应该什么都要 都要做一些 然后对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就这样子回答吧 人生是像爬山吗 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 人生就是说要攀上顶峰 对吧 最后攻城升退 然后怎么样 我觉得 觉得人生是像爬山的人 打一 然后觉得人生不像是爬山的 是其他一种表现方式的 打二 不错不错 今天来的小伙伴们 都是读过这本书的 都是打二 对对对 人生是不像爬山的 书上有讲 人生是一连串的刹那 就是此时此刻 这可以按照你自己意志改变的事情 然后最大的谎言就是 你不活在人 此时此刻 要不就是说层面在过去 要不就是说焦虑在未来 忘记了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对 我觉得对讲的很对 你有讲的就是人生是更像是旅行 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吧 你去旅行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我要 我要回中国对吧 我得去 或者说去看一个什么景点对吧 山峡吧 或者是什么什么 不管什么地方了 你是真的想急急忙忙 就是跑过去 然后就急急忙忙回来吗 对吧 其实根本不是吗 因为你是旅行吗 你出门的那一刻 你就开始你的人生了 你就开始enjoy你这个journey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人生更像旅行 而不是像爬山 而不是说你飞得到一个顶峰 然后就急急忙忙又下来 那绝对不是的 而且旅行的在过程中 你是enjoy了一个moment的 那个每一时每一刻 我估计这是最后一个投票 但是现在我的问题 我不晓得这个投票是怎么回事 好像他不让我 我看可不可以啊 是否具有普遍 我没办法lunch了 你认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人生意义吗 如果说有的话打1 如果说没有的话打2 对今天来的肯定是读过说的小伙伴们 都是答对 是没有的 书上编是说是没有的 人生的意义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不存在普遍性的 然后是你自己赋予的 你自己想赋予什么意义 就是什么意义 然后你改变了 你的世界也会因此改变 而且应该是由你开始 而不顾考虑别人是否合作 然后这些是那些金句了 不是肯定自我 接纳自我 然后工作狂是人生的谎言 对人而言最大的不幸 就是不喜欢自己 还是回到最前面 就是说一定要 就是关爱你自己 要跟你自己处理好关系 幸福就是我对别人有用的贡献感 是那种感觉 人家是不是认可不重要 但是你的那个感觉很重要 然后人生是一连串一连串的刹那 像一场旅行 那是每一个moment都值得 就是值得你尽情的绽放吧 最后是一个思维陶图 就是说你不要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不要焦虑 不要焦虑未来 要活在当下 把对自己的执着 转换成对他人的关心 要自我接纳 要相信他人 对吧 他者信赖 然后要他者贡献 要是说利他做事情 对共同体 最后是对共同体有什么 就是你make了一些 contribution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对共同体做出了一些贡献 你自己感觉是特别重要的 然后你自己定义你自己的人生 对最后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 就是怎么样 一个来讲一下他的五章吧 这五章我觉得就是用时间轴 来处理会比较好 一个是第一章是过去 最后一章是说不要 第一章是说不要沉迷过去 最后一章是说不要焦虑未来 然后中间三章就是说 一个是自知之明 一个是知忍者志 一个是持固能勇 就是要关爱自我 然后要鼓足勇气 因为你慈爱所以勇敢 然后我觉得我就讲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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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